大家好,我是東一走橋的鮑勃 我們這部影片跟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合作 來介紹幾個他們推薦的食品 我們會拜訪九州的大芬、福岡以及金剛冰松的工廠 直接訪問負責人以及適時適合這些商品 這支影片還蠻特別有趣的,請大家看下去囉! 我們首先拜訪的是九州的大芬 先跟去挖克塞卡布希基開起來的仙山先生會合 請他講解一下這些公司的業務 我們坐車前往大芬市內的 挖克塞卡布希基開起來 跟負責人小田先生打聲招呼之後 就到辦公室聊聊天吧 對了,辦公室內充滿各式各樣的獎狀跟獎牌 讓Bobbo有一點期待這個酒廠產的酒呢 那我們來請問一下小田先生這個酒廠的歷史 我們是大部分的地區 我們是在外出的酒廠的地方 我們是在1964年 我們是在1964年 在1964年 日本人來說是大部分的 就在1964年 我們是在1965年 我們也要做酒廠的 總的工廠的歷史的酒廠的 我們是在1964年 我們是從1964年 我們是在1965年 我們是在1964年 因此,这种酒造成的状态 接下来就是试饮的时间啦 这酒是草与的特别纯米酒 您可以喝一下 哦!嗯! 它喝起来不是很辣 我觉得还蛮顺口的 这酒是家里一番売的酒 这酒是喝得很容易的 香味的良い酒 哦!这香味还不错耶 那喝一口看看咯 哦! 哦! 这个甜味好,这个我喜欢 啊,这个好好喝好喝 这酒是特别的酵母 所以,香味也很好 很适合 很适合 這一次也是甜的 然後我覺得喝起來有種清爽的感覺 很不錯 拜訪完第一家酒廠後 我們前往大分線豐厚代市的 無雷鶴宇宙奧合飾 外觀還蠻有感覺的 而且等等我們會在他們的食堂吃中餐 可以期待一下 那麼中餐之前就在食堂訪問孫先生 好 那我們就要請問一下孫先生這酒廠的歷史 請問孫先生這酒廠的歷史 那麼請問孫先生他製酒的堅持是什麼呢 無雷鶴宇宙奧はですね 文豪の市の浅島市という大分県内でも山の奥深くにありまして ユネスコのエコパークに認定された自然豊かな地域にあります この地域の豊かな湧水を利用して製造して そしてこの自然の中で手作りで製造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然の力を生かした製造をしております こちらのモンムレズルはですね地元産の二乗大麦 豊の星という品種の大麦を使って製造している そして香り豊かに製造した焼酎になります こちらはフランスのクラマスターというコンクールに今年出品しまして 見事に麦のトップ2ということで選出されました クラマスターというのがフランスのコンクールになりまして フランスのトップソムリエの方、トップバーテンダーの方が 全てブラインドでキキッシュをして その中でうちのムレズルをムギジョウチューの中で きっかり選んでいただいたとコンクー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就来試喝看他們的ムギジョウチュー うん、很香很香 這個真的超好喝的 有一種水果感、フルーティー的感覺 那請問一下森先生 就喝這個酒的時候 要配什麼料理比較好呢? こちらの焼酎はですね すごく香りの高い仕上がりになってますので 食事の前ですね 食前のお酒としてもすごくオススメで 今回炭酸割で紹介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ここに置いてあるチーズとかも すごくよく合うと思います 剛好チーズを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来吃吃看這個チーズ うん、OK 現在嘴巴充滿了チーズ的感覺 超大 這個感覺真的是太棒了 有種置身在法國的高級感 好喝 吃飯囉 我們請社長夫人ジューンさん 教我們怎麼使用カマド做飯 これはカマドと言います 昭和40年、30年代に使っていたものです カマド炭治郎のカマドと同じ字を書きます ここでご飯を一緒にボブさんと炊きます ちょっと入れしています 多くは周りに風邪を見ると たくさんのお酒の仕事ができる そのお酒の仕事ができる このように気分けられます 大豆の仕事を見る 今日のお酒の仕事は色々です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 最後はどのお酒の仕事ができる 食べるとそれは、大きなです を食べるととても楽しみに 配上酒中大分當地的特產,真的很幸福! 我們這家酒廠也拜訪完畢了,大家敬以期待接下來的產品介紹囉! 接下來我們來到金剛的冰松市 搭公車後再走點路,來到山雅修遊 先跟社長打聲招呼後,我們就開始進行訪問 我們請到公司的負責人宇田先生幫我們講一下公司的歷史吧 山雅修遊は1850年に静岡県浜松市で創業しました 創業以來この浜納豆をずっと作り続けています 浜納豆の歴史ですけども この浜納豆は1400年前に日本に伝わったとされております お寺で精進料理として使われたり 戦国時代には武将が戦に持って行ったりと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かの徳川家康もこの浜納豆が大好物でして 歴代の江戸幕府の将軍にも献上されていたほどです 今日紹介したい商品はこの発酵旨味オイルです 特徴としては浜納豆の旨味がこのオイルの中に凝縮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す 次の特徴としましては添加物や化学調味料は一切使っていないので 安心して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三つ目が発酵食品とオリーブオイルという組み合わせが今までなかったものですので ものすごい斬新な新しい商品と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この発酵旨味オイルは農林水産省が開催するフードアクション日本アワード2020で受賞しました 謝謝社長認真的講解 我們接下來就利用発酵旨味オイル 來試試各種不同的食物吧 我們就要試試看這個產品 然後加在我們今天這幾項還蠻常見的食物上 看看吃起來會是怎樣的 那首先呢我們就從 豆腐好了 來 然後裡面有一個那個什麼唐辛子 唐辛子 看起來真的蠻好吃的樣子 豆腐是清淡的嘛 那我們加上調味料應該會讓豆腐的味道整起來吃吃看 有香嗎 有一點點辣辣的 那個鹹味跟那個發酵的味道 把整個這個豆腐那個綿密的感覺 那個層次更加提升一個 我覺得這個加豆腐就好吃了 來我們請Rodney吃吃看 謝謝謝謝 來來來 有喔有喔 後來那個發酵那個味道就出來 我覺得這個辣的程度應該台灣人很喜歡的樣子 不錯不錯 我們試試看雞肉好了 雞肉本身就是也蠻清淡的 它那個雞胸肉可能有時候吃起來會有點柴柴的感覺 所以看看這個油啊加上這個唐辛子跟這個發酵的感覺 會不會讓整個味道帶起來 味道不錯 雞胸肉本來就很柴嘛 吃起來有點乾乾的 但是它那個馬上吸到油之後 那整個味道就整個體現出來的 喔真的好好吃 這個齁 然後就來一個 好棒喔 好專業喔 謝謝謝謝 倒醬油答案 倒醬答案 我跟你講 以後吃餃子 就不要再加醬油了吧 加這個就這樣 這麼厲害喔 真的 好齁 台日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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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的 我剛剛其實有點擔心說 就是餃子會不會太油 加上這個東西會不會 就會雙重油膩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 加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青椒肉絲麵 這會搭嗎 這也是社長幫我們準備的 我本身不太清楚這個加起來味道會怎樣 這樣 這我可以吃完 你直接吃完 有點像pasta的感覺 已經超越青椒肉絲的 的範圍了 吃起來就是像 高級的pasta店會出現的pasta 你吃了你就知道 以後 高級pasta店的感覺 唉唷 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口感我覺得 近口夾 對對對 等一下 留給社長吃 留給社長吃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法國麵包吧 這本身就有點鹹味 跟發酵的味道 所以應該會把麵包的香味 再更加帶出來 完全沒有問題 這如果在那個餐廳 會一直說 就是這個真的也適合 吃早餐 不想吃太多 但是想吃比較重口味的話 就是超級適合 因為有些人 如果只是想吃麵包 但是又想要有一點味道的話 就加 加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 今天最後的 我真的不太確定 加起來好不好吃 沙拉 油的沙拉是本來就油啦 對啊 就是還蠻常見的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沙拉是有一點點 牛肉在上面 也是一樣 它把那個蔬菜的味道啊 提味出來了 然後 牛肉的味道也是 都有在帶出來 如果不喜歡加什麼沙拉醬啊 又覺得那個日式和風醬油 太淡的話 那我覺得加這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每個都很好吃啊 我們今天加這個 每個都沒有失敗 台灣人很多人不能出納豆 可是這個納豆的口感 還有味道 就是完全沒有 對對對 就是一種真的很特別的 很好吃的醬油的味道 那我們今天的試吃就到這邊 我們感謝Ronny 幫我們一起試吃了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試吃結束 我們起床前往下一個地方吧 我們來到了福岡的藥院站 來到一家叫做肉代酒的燒肉店 先打聲招呼後 就來訪問店長吧 那我們現在進來肉大將了 我們來訪問這邊的owner 就是宋桑 那就是今日のタレ的歷史是怎麼樣呢 どうぞ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今日のタレ 它的味道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來試試看看 お願いします 嗯 嗯 嗯 這個呢 很適合那個滷肉飯的滷汁 嗯 應該是不錯的喔 嗯 滷肉飯にお試しください 嗯 我剛剛又想到第二個 跟那個什麼 蘿蔔糕 跟那個大根餅 蘿蔔糕 很適合啦 嗯 大根餅 哦 聽了店長的講解之後 我們就來試試看 使用今日のタレ做的料理吧 首先來試試看 韓式炒雜菜冬粉 這道料理算是韓國的傳統小吃 使用了紅蘿蔔 菠菜 以及洋蔥等等的蔬菜 配上韓國冬粉 醬料在這道料理中很重要 可以算是整體味道的精髓 嗯 嗯 我覺得它這個味道就是甜甜的口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蘆得剛剛好 哇 美味 哇 好吃 我們接下來就在Nikudai Shotsaya燒肉店 直接使用他們店內九州產的黑毛和牛 搭配今日のタレ 為什麼這個肉的顏色啊 跟我就是一般看到的肉的顏色 覺得有點不一樣 是不是有處理過啊 我們等一下在吃的時候呢 就是不用再加タレ嗎 還是會再加タレ也吃呢 肉烤的好吃 然後甜味又發揮出來 我覺得這個Cardubia 加上塔雷這個 這個 match 讚 以上就是所有產品的介紹啦 這次很開心可以拜訪這些地方 讓鮑勃增加了不少知識 能夠了解這些職人認真做產品 Bail的努力 影響帶給大家的故事 希望以後鮑勃還可以到各地幫各位尋找日本當地有趣美味的食品 我是鮑勃 大家下再見 掰掰